因為我們從前學的東西 好像跟社會的確脫節了 包括現在自己在器官所念 連器官所的老師都是用一種 比較正規的方式在教我們 那我們有點點想要看 又看不清楚的感覺 就是對於社會這件事情 如果說老師可以把這些想法 跟器官線老師做一個討論 或許我們就是 我是認真的 因為我覺得器官線學生 我們對社會性的方面也很有興趣 可是我們卻常常的要受限於器官的思維 就是說我們必須要怎麼樣 你必須要錢放在前面才是正確的 你要假籤就好 假籤就好 我要跟張老師說對不起 這個不是我的意圖 這個我沒有人要來這邊講學生的意思 我回答你的問題 要這邊補充一下我的意見 就是額外話 現在吸收知識的方式 吞途徑就是念完博士之後 平常唯一的小錢除了被老婆罵小孩跟被老婆罵之外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休閒活動就是肯定式 那最近又做了一個事情 把那個有線電視台給砍掉 改裝數位電視 那是MXD跟那個XO X那個 那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異視台裡面的就是有線電視裡面的內容跟頻道 所談的範圍比較小一點 那因緣際會我在數位電視台上面看到的事情是 它裡面有那個半島電視台 然後有那個德語區的電視台 他們所談的問題都是今天謝老師跟我們分享的問題 那個是國際新聞報導的主流 而在台灣我們很少接觸到那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對於陌生的東西就會深感興趣 所以它報導的內容是深度 跟那個記者先生小姐所分析事情的道理 都非常具體 那我從裡面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對不起 就是跟你有關 就是那個 聽說Google有沒有 各位知道Google嗎 Google要在台灣張兵工業區設廠 各位覺得好不好啊 這設合廠 Google除了設合廠 什麼都沒有啊 好不好 好 張兵工業區啊 帶來就業機會 會不會有醫院博恩 為什麼它要設在張兵工業區 然後我們的企業管理也要討論個案 然後Google它設的點都是在那個水源匯聚之處 就有水壩的地方旁邊就可能看到Google的中心 SERVER中心為什麼需要有水源 因為SERVER它 Google什麼都沒有就是SERVER嘛 SERVER就是 就是你那一磅的牛肉有沒有 它是一BITE的人啊 電腦位員啊 就要1024克的水去幫它散熱 所以要你放在那個水源區 那排出去的水請問是冰的還是熱的啊 我們希望能夠解凍一下 排出去的水請問是冰的還是熱的啊 熱的對不對 乾兵工業區噴出去的水請問是噴到哪裡去啊 首當其碰的是那個彰化、彰兵周邊 很多人在那邊養頭 蚵仔 在外面 在張兵工業區蚵仔在外面一點 張兵台南外面再一點 就是台灣烏魚喔 經過的黑潮 那你那邊排熱水 熱水啊 排那個溫水 有經過SERVER然後帶有BITE的 然後排出去 有學問啊對不對 台灣變成雲端中心帶來就業機會 讚 However 台灣有沒有人在討論這個事情 新聞媒體 Yahoo新聞有啦 一則 然後很後面 兩天就不見了 可是在國外 我看到了那個CNN或那個BCC 欸很多人在討論這些事情 OK 所以我們就把第四台也停了 然後開始試著去吸收那一部分 我們所不知道的國際事件 就是我的心得 對 那你又 對 他那個 請 這個陳老師剛剛講的 那就是如果這些學生 他們就是開始看那些 有毅力的節目 那後來會不會 老是會不會鼓勵大家去 呃 當小蝦米當中的小博士 訂去 呃 在社會企業當中就業 呃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就是 現在的就是資本主義的那些公司嘛 就是大部分就是把 真本外部化 然後 呃 那社會企業是不是 要 就是 它可以創造出外部的是 什麼東西 然後來幫助大家 或者說 它可能是一個利他而自利的一個 呃 企業 然後他 這其中他的 那個 神秘就是 到底要怎麼做到 或者說 因為未來如果大家就業的話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 可行的 可以 就是就業的 地方 還是說大家還是一樣去找那些 跨國大企業來就業就OK了